新年新希望就是要学会投资理财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拜托 我们又不是共产国家 政府怎么会来负责养你的老呢 欢迎收看今天才知道 我是向云芬 新年新希望你有什么新希望呢 我们今天跟阿忠哥聊一聊 他有什么新希望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有什么新年新希望 希望我的退休金的绩效越来越好 你自己也会操作是不担心的啦 我觉得男生都很不浪漫耶 什么意思 像女生都会希望说 更青春啊 更美丽啊 赚更多钱啊 哎呦 我们对退休比较担心啊 对不对 我们都很担心这个 因为你知道2020 COVID-19 打坏了很多退休族 或准退休族的计划 因为特别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 你知道吗 美国非常多的人 他们有准退休金的人 都认赔卖耶 他们觉得命都没有了 要钱干嘛 没有 他们担心的是说 哇 现在股市每天这样狂跌 1000点 2000点 那这样的狂跌 会不会把我原来赚的 累积了二三十年的这些 退休的财富 就整个就泡汤了 所以他们就认赔卖 而且他们会想说 我马上要退休了 我一定要赶快把我的这个机会把握住 把我的要做的这些退休准备把握住 顾好 那我没有更多的十年二十年 去等待市场回来 所以大家很害怕 所以他就认赔卖 那我们后来发现 哎呦真的 都卖错了 都卖错了 那你说台湾 台湾的退休金抄的也不怎么样啊 但去年上半年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下半年也是起起落落的 而且更糟的还出现过弊案耶 然后现在新的一年 大家又发现到说 当然没办法快乐 因为我们离破产又更近一步了耶 大概可能有六年左右的时间 它就会破产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证实它 一定要很认真的来看待 那我们就觉得说 哎 当然就像您刚才讲的 就是整个劳退的这个劳保的操作 劳动基金运用局 它在去年有发生一些弊案 好那我们就更看到了说 哎这个操作到底国外是怎么做的 人家这个先进国家或者台湾 有没有一些退休基金操作的还是不错的 好那我们就发现 有几个单位其实做的不错 以国内来讲的话 私校退辅基金就做的不错 好这些私立学校的老师 他们也过去也曾经非常害怕 他们的整个退休基金可能会破产 因为军工教改革当中 其实老师也是一个被改革的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叫公教老师哦 私校的老师没有哦 没有没有那个 他们在七年前七八年前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 他们就做了调整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希望 劳工也能够做的叫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 我们自己要怎么投资 而不是交给政府 你看现在公务人员的 还有我们现在劳工的 我们全部交给政府 那各位你会看到交给政府之后的结局 不怎样啊 第一个绩效不怎样啊 第一个绩效不怎样 然后第二个还有更麻烦 还养了很多 齐鸟齐甲薄地 对不对 你给了很多人 可以在上下起手 对 那这样的话到底有比较好吗 那我们就看到 你看去年 到现在还没有了结哦 还没有了结哦 越滚越大哦 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常常是说 那 劳退基金变成什么 人家解套的工具 对不对 就是说我卖不掉股票 我就来跟劳退 我钱多嘛 好来 来请你买一点嘛 我是别人的钱嘛 或者不然就是我们来 索筹嘛 好就是 你会看到 为什么搞的 做股票 做个股 然后搞的这个 就是大家乌烟瘴气的 那明明是我们的退休 我们的血汗钱 是我们为了以后养老要用的钱 可是我们在这里面做了这么多的 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私校退府 他们有做了一些改革 那私校退府的改革绩效也不错 他们平均过去七年 我看到他们平均的报酬率 大概都可以 让这些收益率可以到六到七个percent 哇 那所以有人就算过 私校退府基金的这些 参与私校退府计划的这些老师 他们在持续的这样做十年以后 他们领的这个退府的这个福利 会跟公立学校老师还好 甚至会超越公立学校老师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那为什么公立学校老师 不能跟私立学校老师 用同样的制度呢 你看六七趴的话 我们有个七二法则 如果说除以百分之六七趴 我们除以七好了 十年他的一百万就可以分两百万 他两百万可以变四百万 他的四百万可以变八百万 你知道十年的一个时间 而且你刚讲他比较稳健型的嘛 六七趴并没有很超过 所以这也比我们劳工好很多好吗 对我们劳工的我们看一看 平均好像大概就是三趴多 对对对 那他们还要再讲说 他们操作多难又多难 既然操作那么难 为什么不交给大家 把全力还给我们吧 对把全力还给大家 因为我有个巧学同学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 他就跟家人移民到美国了 那美国他就变美国人 美国有个401k 他就是劳工可以自己来提他的退休金 他就跟我说 他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 也是二十年过去了 他说他就累积一笔钱 而且钱还蛮多的 你不讲 而且还免税的 你不讲 这部分是免税的 不会让人家生气 因为讲大家 你去比401k 那就真的很好笑 401k 就2020年很多公司 因为美国的401k是 每一个不同的公司 比如说IBM的员工 苹果的员工 他们可以去选的 这个产品都可以不一样 按照不同的公司自己去设计 然后就有不同的这个基金公司 会帮这些公司的员工 量身定做他们的401k的这个户头 你知道吗 401k有去年很多公司 他们的年度的绩效 可能都是赚30%起跳 所以如果我们的劳退 只有赚个15% 20% 事实上比人家是差很多的 那更不要讲 如果我们整个 绩效只有5-6%的话 那其实是也不怎么够看 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认为 就是说401k 按照401k的精神 我仔细去看过 美国的整个退休制度 他们有做过统计 整个美国退休制度里面 真正由政府在管理的部分 只有大概21% 就是两成多 剩下八成 全部都是交给人民 交给劳工 交给企业 让企业跟员工 他们自己去讨论 他们自己去做 那关键是什么 是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去准备 大家一定要 那政府在做年金改革 就是公教人员年金改革的时候 其实已经宣示了这个目标 就是说 退休准备 政府会负一部分的责任 但是更多是自己要负责 对 因为在美国企业 他从你第一份工作 薪水收入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存你的退休金 是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觉得 我们这里真的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更可怕 就是过去的观念 还有说 政府要养我的老 对 好 那拜托 我们又不是共产国家 政府怎么会来负责养你的老呢 对不对 政府不可能负责 政府的财政也不可能承担这个 那所以公教人员改革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清了这一点 其实我们从民意调查里面看起来 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概念 都知道说要趁早来准备 那是好事啊 很好啊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还是叫我们都把钱交给政府 交给劳动基金运用局 这个我觉得就 政府就是不放手啊 不放手 不放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吗 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或是要护盘的时候 谁可以调动那个劳动基金呢 政府啊 如果我少了这四兆 我怎么去护盘啊 我们有国安基金 我们国安基金基金是 事实上就可以 政府如果需要用钱 他就去融资 他就可以从银行调动资源 来做护盘 所以护盘基金 绝对不会是政府退休金的 核心的目标 是 可是他为什么不放呢 可以让我们有合理的联想 因为你就是要用这笔钱啊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如果他们去做了这种改变的话 对于这些官员来讲很麻烦 他们还要利益很多新的制度 然后他们又担心说 做不好的时候 又被老公骂 所以他们 就是大家觉得说 我多做可能多错 那这样的话 干脆还不如不要动 大家就是按照原来的 小孩至少会做选择嘛 对不对 他如果要吃菠菜跟胡萝卜 你只好让他选择 所以他两个都不爱 可是你让他选择 他会很开心嘛 那大人你做好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们吧 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应该 最好的做法应该就是 原来你觉得你想要拿政府的保证 你信任政府交给政府来操作 没关系你就继续 你就继续 那我不要的呢 开放一条路 让人民可以自己做选择 对不对 我们现在18岁都可以自己觉得 你要不要结婚了 对不对 那这些年轻人 我们是不是也让年轻人 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 好无论你年纪多大 你都可以自己一个选择 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交给 政府帮我选过的 就像私校退补基金一样 他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那我们用这些共同的平台 来存我们的退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劳工都比私校的老师不如吗 至少私校老师是有权利可以选择的 可是我们劳工是没有权利选择 是这样吗 没错 那没有权利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全国有1100万的劳工 可是这1100万的劳工 我们每一年 我们可以从我们每个月的薪水里面 自己决定提多少比例去做 那个比例很少 自提 那法令有规定就是6% 6%是上限 你薪水的6% 可以提到这个退休金账户 各位你知道吗 全台湾1100万劳工有多少人提 不到10% 很少 不到10%的人去提 长期都大概本来只有5%多 经过我们不断的 像我我已经讲这个事情 讲10年了 我也鼓励了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可能 就会去吃饭喝酒 KTV就把钱花掉了 那你不如提这6% 因为这6%是免税的 你就去提吧 那反正以后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那我们这样讲了这种至少10年以后 现在也才8%多不到10% 那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整个收益不怎么样 那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这个才赚个三四%四五% 这个存钱效益根本不高嘛 那干脆我就不提 我们劳工的这个整个退休金 它的整个存款 就是你要提的你的那个薪水的设算 因为我们有劳保的那个急剧 那个最高上限也不过才4万多啊 所以你其实已经比公务人员 他们要提的比例 我们已经长期在准备的上 我们已经扫存了 那你现在大家又不去自提 你又不存钱 那你以后退休 你怎么可能有钱要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釜底抽薪 应该是鼓励大家自提 而且把这个6% 应该要尽量提高 假设今天 1100万劳工 至少50%以上的人 都有做自提 那自提而且你让我看得到 我提给谁 谁帮我操作 让我看得到那些绩效 绩效嘛 你告诉我绩效 让我很透明 那我觉得我就会愿意去提 提存这件事情 那如果有能够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对政府来讲 它的负担就会降低 大家也不会想说 又要破产了 又要政府来想办法 这么多年了耶 希望大家也都是自提 因为企业帮你提6% 你自己提6% 这是自提部分 可是自选 是我自己来决定我的基金啊 而且还有很重要一件事 我觉得 现在企业也慢慢有这个概念 很多企业为了要留住好的人才 他愿意增加比例 去让员工去存他的退休金 可是他也不希望说 我又全部交给政府 由政府来做 那而是说企业 可以帮员工一起放到 他自己选择的 像美国这样401k的 专门的一个 退休金的准备账户 那这样的话 企业的留财也可以更多元 所以对企业来讲也好 那另外就是 你自己要学会投资理财 我觉得这也是关键 如果你等政府 然后你像听交响乐一样 登登登登等很久 那你可能就要靠自己了 所以你看 新年新希望 就是要学会投资理财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阿忠哥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